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激烈的歹徒 激烈的火力的顽抗 而且我们警察的伙伴同仁富山 仍然坚定的将歹徒逮捕到 那这一点当初警政署长跟我联系的时候 我马上请他代表我去跟他慰问质疑 然后也表达最大的肯定 那所以就这些警察的工作伙伴 这样子我在这里再度的表达 请我们的首长表达这个谢意 这是一点 那春节的当中呢 我们还算是很平安过来 在警察机关之心的春安根座 跟专案的这种扫徽 虽然各项的统计资料显示 仍然是上升平顺 但是我们现在也必须要很面对的两个事实 第一个事实就是 我们看到社会失业率高 那国际警惕有衰退的现象 冲击到台湾 我相信就各方面遭遇到相当大的一个不景气的冲击 失业率这么高 所以在当前我们认为 治安方面我们要特别留意 第二点我特别要提出的 前一阵子 好像在山林 很多深山森林 一直花生生的大火 而且见数之多 事实上有益平常 到底情形怎么样 我曾经跟几位首长提到这个看法 院长 各位长官 他们说的一个事实是22项 其中有两项是已经放别了 就是第一个是十字小山 通好随作各地地方地区 做好这些小山的工作 另外一样是 我们在去年时间的全安工作 这部分都已经完成了 这一段放已经有很少生活了 我们这部分我们建议 我们建议是继续追踪 这里面包含有首强 他这个检防中的棉家室 另外就是 收容所部分出几件部分 也继续在推动 这部分防御所管理的职业 也能定定 这个部分应抱怨 另外全国反处会议 法务部 教育部 都是一些主要的四项 还在继续办理之中 我们建议是继续追踪 这边的特别特别挺突来的三点 第一点就是说 我们相关的修订物款 包括金融卡 金融卡 创建的继续 还有过敌法 是不是希望说 这流氓的地方 怎么做 提供的最小 流氓的国家 首次将我国 从毒品的转运国名单上除名 那这个显示 国际上对我国 缓毒所做的努力 也予以肯定 那这一点 是在政府各相关部门 通力活作之下 获助的吃不成果 我在这里 特别向所有的工作伙伴 表示最大的肯定 第三 缓毒工作是持续性 全面性 整体性的工作 我们希望必须结合 政府各部门 集社会各界 一起努力 才能够有所成就 所以今后各 集赌 巨赌 戒赌等相关 权责机关 本于执掌 共同努力 希望各相关机关 确实做好 会议的准备 不要流于形势 以发挥 整体缓毒的力量 更创健康快乐 无毒害的社会 那我们今天 这个强化社会治安 第六次专案会议 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谢谢大家 我们上回